常常在网络上面买东西却不去取货小心处罚了 新北市有一名灵性男子 他先前跟台中一家卖家下标了五次订供女装 并且是约超商取货 但是却一直不付钱也不取货 卖家不堪连续的损失运费于是报警了 这个灵性男子到案之后变称说 他是要等到有钱才要去取货 警方讯后是依照了毁气损坏罪来送贷 律师也提醒了说这个网购如果不取货 真的会导致他人的财产受损了 所以确实是可以是处三年以下的图